B-72的中国东风二号弹道导弹的模型 一次呢有三款 其中这两款呢我已经拿出来了 还一合呢给大家做一个开合展示 东风二号呢是我们国家的第二型的弹道导弹 他在1960年开始研发 1962年首发失败 1964年改进型的东风二号发射取得成功 1966年正式装备我们国家的第二炮兵部队 那我们话不多说 直接开合来看一看这款东风二号导弹 它的做工到底怎么样 东风二号的一个包装盒 就是这么一个硬质版的一个红盒子 那我们打开看一下 包装是有点偏软的 里面是这种发泡材质啊 我们揭开它的一个盖板 看到这里呢它是插着有两个工具 一个是一根螺丝 用来固定底座的 然后它这边已经是挖好了 我们把它揭开 非常简单啊 一个发射基座 一个展示的底座和一枚东风二号的弹体 很厉害 很厉害啊 核心材质 这个基座啊 拿的时候要小心啊 木制的一个展示的底座 先看这枚东风二号中程弹道导弹的一个弹体 它整体都是全合金的 非常沉啊 它的涂装啊 是弹体是个绿色的 然后它的弹头部分啊 是红色的 应该是我们军薄的一个展示的一个涂装 我的弹体本身是非常简单的啊 没有什么太多的细节 它这个一层一层的这个刻线啊 是略微有点深 然后这边有一些设备的一个窗口啊 都是有刻画出来的 然后呢 四个弹翼我们看一下 包括这边还有一个啊 这个喷口 小喷口啊 都是金属的啊 弹翼都是金属的 底部的一个结构 包括这个四个孔 是用来安装在底座上面的 这个底座我们看一下挺有意思的 结构是有点复杂啊 它下面有四个四个枝脚啊 这边是一个导流槽啊 然后呢 这边还有一个类似于座椅的这么一个位置啊 然后这边有一根细长的一根天线 然后呢 这四根凸起的啊 就是用了固定导弹的 我们现在把导弹给它 呃 先不要着急啊 我们先要让这个发射 机座和它的展示底座 进行一个结合 我们看一下这个展示底座吧 上面是 木制的 这边有一个名牌 那上面写着有东方二号的一个 基本的一个情况 包括它的一个数据啊 飞行的呃 射程 重量啊 长度等等 我们用这根长的螺丝 这边就是 穿过 这个孔啊 然后呢 对准它下面有一个 也是有个洞啊 好 这样子啊 就能够给它 固定上了 然后固定时候呢 我们这边位置稍微给它调一调 好 给它摆摆震啊 相对给它摆摆震 这样子也可以 这样可以 好 OK 这样就好了 啊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把我们这枚东风二号 给它插上去 固定上去 这个洞 好 好 我们看一下 底座的结合应该说还是非常紧密的啊 非常稳 非常稳啊 三枚东风二它的外形是一样的 它的涂装是有区别 那我们来看中间这一块它的白色涂装的 细节 那这一枚它很显然 它是一枚吸烟弹 那就是东风二号首发 或者是它的改进型首发的一枚吸烟弹 在它的弹体上面啊 写有一个 东风二号的 这个叫 啊 是谁的签名啊 这个要考证一下啊 草书 然后的 这种黑色的啊 色调 色块 其他都是一样的 这一枚呢就是 绿色的弹体 但是它上面的涂装 非常有意思 给它看一下 那这枚呢应该就是它的 我们正式服役的一枚东风二号了 啊 弹体都是绿色的 然后在它的弹头的部分 啊 我们放大 我们看一下 它的写的是有非常经典的标语啊 下定决心 不怕牺牲 排除万难 去争取胜利 然后另外一面 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 它要压倒一切敌人 而绝不被敌人所屈服 非常棒 那我们现在就来称一下啊 东风二号导弹它的一个重量有多少 核心量很高啊 重量达到了514克 那现在进行一个点评 这款东风二号导弹的模型呢 它的 题材还是非常不错的 是我们国家的首款 中程弹道导弹 而且它的涂装非常丰富啊 一下子出了有三种 核心量也很好 弹体都是合金的 基础也是核心的 但是怎么说呢 它的细节还是有所欠缺的 当然是作为市场上 为目前唯一的东风二号导弹的 合金层面模型 我还是非常建议大家进行收藏的 那本期的军方简场视频呢 就到这边了 喜欢小伙伴依旧视频转发点赞 关注我关注关注我 下期视频更下 我们下期见拜拜